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很多香港人都会拍烂手掌 在有裁决前一天 陈振聪接受访问 表示自己问心无愧 会用平常心来看待 这个答案其实很讽刺 首先我们撇开有偽造遗嘱这件事不说 因为当太太正在怀孕时 与另一个女人有亲密关系的男人 竟然能够说自己问心无愧 他的心却是怎样的心呢? 当然更讽刺的是太太知道丈夫和其他女人 很肉麻地打情麻肖甚至发生关系 而站出来撑他 当然也可能只是为了撑他一千亿 但他的心有怎样的心呢? 香港的可悲是社会上笑贫不笑昌的心态 只要有钱 就远三妻四妻乱搞男女关系 都只被认为风流 而一般人这样做就会叫做下流 准确点说 下流不是因为他的行为 而因为他没有钱 有何人去风流 不过大家究竟是否真是笑贫不笑昌呢? 这些受到其他人恭维的有钱人应该知道 很多人只是表面恭维他们 背后可能非常不似他们的所为 香港人的真正心态可能是 用口来笑贫 用心来笑昌 有钱不等于真的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算有千亿的身家 也只不过是其他人耻笑的对象 因为违反入学令拒绝被九岁的儿子 花学超过一年的一对非常父母 被判监三个月 裁判官指两名被告一意孤行 令儿子远离了香港的学制 是剥夺儿子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 罔顾儿子的发展 基于两个人故意和长时间违法 事态严重 所以要判监三个月 在现代社会 儿童接受教育是必需的 因为缺乏了基本教育 就等于丧失了最基本的求生和竞争的能力 而学校也是一个能够为青少年提供 学习和他人相处的重要环境 不过接受教育是否一定要在学校呢 在家里接受教育又行不行呢 比如在美国 因为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地区教育水平等不同的原因 homeschooling 即在家教育是十分普遍的 在坊间也有很多教家长如何在家里进行教育的书和指引 甚至可以考牌 当然 今次在香港被判刑的一对父母 看来没有接受过在家教育的训练 而且只是以气之增测 但是在家学习这个概念 其实值得我们好好地讨论和思考 因为主流的学校教育 其实未必适合每一个小朋友 当我们讲求恩财私教的时候 为何教育政策方面不可以有更大的弹性呢 当然 为小朋友的利益着想 适合在家教育的父母 必须有一定的教育水平 以及接受过相关的训练 而且最好有一大批父母 可以互相支援 让小朋友有机会和其他同辈可以交流 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在家教育 但无论如何 学校不应该成为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唯一场地 别忘了